大家好,我們是台南海誌倫機科 我們要報告的專題是 水下無人載具設計、製作及應用 水下載具是一種在水下進行探測、收集數據或操作的裝置 另外有些水下載具還可以進行遠端操控或無人操作 我們選用的是無人操作 現在官方應用海洋科學、水下機械人等領域 以及現在沸沸揚揚的離岸空間也都有巧妙的運用 ROV可進行長時間且連續性的水下作業 減少時間和人力成本、增加安全運動效率 我們製作的ROV是使用南海遠端操控系統 我們使用遠端發射器及接收器來操作ROV 可以使ROV前進及後退也同時具有上升與下降的功能 這兩種模式一起使用的話呢 也可以達到左旋或右旋的效果 操控性交加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任務需求 我們採用了三組馬達 兩組分別是推進及轉向 一組是上升與下降 並且羅漿朝上的設計可以持往下的推進力增加 在水管外側鑽許多小孔 讓含水可以利用被壓進入管中 我們還有一個提把式設計 我們在上面加裝泡棉 泡棉可以向前或向後移動 去搭配我們使用的設備不同而去做調整 這樣可以在下水之後打到平衡 在四分管上 運用了3D列印的技術列印的手電筒和郭珀的支架 是為了方便裝備及運用不同場 裝設郭珀是為了能夠即時回傳影像至岸上的操控能源 讓他更加清楚的了解到水下的環境跟情況 裝設鹹水手電筒是因為要照明光線照射不到的地方 使其能夠充分照明 以上就是我們的專題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